多倫多一年一度的白晝之夜藝術节 Louis Blanche将会在10月5日 即是来近星期六的夜晚黑 至星期日早早 在多个地点同时举行 今年的特别之处是加入香港的元素 来自香港的著名数码媒体艺术家及教授 洪强博士将会在市中心的Love Park 展示一个以点心为主题的装置艺术 究竟如何以数码艺术表达 以食物来联系彼此距离的主题呢 今天很高兴请到 香港驻多伦多经济贸易办事处的处长 毛远青 以及香港著名数码媒体艺术家及教授 洪强博士 想到我们的直播室和我们分享一下 欢迎你两位Emily和洪强博士 OK 先和Emily先说吧 怎样有这样的构思 邀请洪强博士来到多伦多 参与今年的白晝之夜藝術节 好啊 谢谢你啊Ken 其实大家都知道 香港一向最有名的就是一个国际金融中心 但是大家有可能不知道 近年其实香港都是这个 中外文化交流的中心来的 硬件方面其实我也可能以前介绍过 这个西九文化区本身 已经是一个很大的文化艺术的集中地 在软件方面其实我们有很多的艺术项目 例如每年的三月 我们有很多的艺术展 我们香港艺术节 这次我们很荣幸就是因为多伦多这边的市政府 都很希望可以找一些海外的艺术家来做一个合作 我们就推荐了红强博士 他因为本身在这方面的创作就很丰富 这次也都很高兴就是由红强博士 和一个加拿大的艺术家去到合作 我们希望透过他的作品可以告诉加拿大的朋友 其实香港已经是一个艺术之都了 如果有兴趣一定要去香港感受一下 明白了 OK 欢迎你 红强博士 知道你今次第二次来多伦多 上次来都是了解一个场地 讲讲我们很有兴趣了 怎样我知道你今次会用一些数码艺术 去展示你的主题有点心 又跟距离有关 好像都很抽象 你怎样将这些概念 怎样可以化为一个实际的展示 这次其实整个主题是讲一个联系 所以我们就很快想到 不如不仅仅是香港艺术家来探访加拿大 而是我们相对的 是的 所以我们希望邀请加拿大的艺术家 一个表演艺术家亲自来香港 去感受香港的一个地道文化 香港其中一个地道文化 我估计比较享负盛名的就是美食 是的 没错 所以我们就邀请了加拿大的表演艺术家 来香港 除了享受香港的点心美食之外 还有我们会见到点心师傅 我们一起去学做点心 有叉丝包 有烧买 整个学习的过程之中 得对的精髓 加拿大艺术家就在香港的不同景点 透过它的专长表演艺术 去将整个经验变成一系列的表演元素 在香港的不同场景上去运作 去呈现出来 例如有尖沙咀 有香港艺术馆 有艺术馆 有艺术馆 还有有黎岛的 是的 不同地点 即是代表香港不同的一面 你自己在《Love Park》 有些展示艺术 所谓你专长的就是数码艺术 那如何将刚才你所说的 透视如何表达出来呢 是用什么表达方式 其实我们今次希望 透过介绍中国文化 尤其是艺术方面的元素 Multiple Perspective 去将这个元素带领 由香港到加拿大 那如何呈现呢 其实我们在现场上 有五个大电视屏幕 有不同的尺寸 不同的形状 以及不同的层 地位置在《Love Park》 不同的地方 希望我们鼓励观众 他们来自五湖四海 不同的地方进入到《Love Park》 其实他们可以 用不同的经验 以一个 non-linear narrative的 一个阅读故事的形式 去感受这个 Multiple Perspective的效果 非常之好 一个很创意的方法 看看到时的效果是怎样 很期待的 其实你自己很有丰富的经验 在这个数码艺术方面 你觉得今时今日 譬如说你今次在香港 过来做一个Cross Over 和加拿大 你觉得如何可以利用 数码艺术 多些将香港的元素 香港的特色 和全球不同的地方 可以多些交流 可以多些宣传 有没有这些办法呢 其实如果是数码艺术 这个层次 我觉得其实不要 给自己太大压力 基本上我们每个人身体 已经是一个数码艺术家的元素了 OK 因为我们有EA Phone 我们有iPhone 我们常常上网 其实这些这么简单 而我们本身 可以接触的一个这样的媒介 其实已经是第一步 可以进入这个层次的阶段了 明白 在一个交流和承传的文化过程之中 我觉得说 一定不够亲自的感受很重要 所以今次我们除了去介绍香港 或者中国文化的传统之外 我们希望邀请艺术家 亲身用自己去感受 所以我觉得感受很重要 透过感受之后 其实你可以改变 变成自己一个独特的知识 一个新的知识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交流的 很重要的元素 好像很复杂 但其实也很简单 我们每天的生活 可能已经是一部分了 OK 好 谢谢你的时间 再跟Emily讲一讲 这次红群博士 会不会除了以往 可能来多伦多 又去温哥华其的地方 会不会有其他地方 继续去展示 因为这次我们参与多伦多市的 Nuit Blanche 这个《白周之夜》的项目 所以多伦多是独家 可以看到这个红群博士 和加拿大艺术家的合作作品 那时间就会是10月5号的7点 即开始天黑 至到10月6号的早早7点 整个晚上就可以在Love Park那里看到 除此以外 我们也很感谢多伦多市政府 应该认为 红群博士的作品 是一个比较特色的作品 所以他们会在那晚之后 作品部份应该是会逗留在 直至到10月13号 留一个星期 那还有一点点 我都想和观众分享 就是其实我们今次的合作 亦都有香港旅游发展局的参与 他们会在现场 设立一个QR Code 就可以参加一个抽象 他会可以是抽到两张 高级经济客仓的机票 4万的免费酒店 还有一些香港博物馆的门票 那真的不能错过了 又可以看到红群博士的一个 最新的展示 有机会抽奖 一举两得 OK 谢谢两位的时间 再次欢迎你们到多伦多 记住 在今个星期六的晚上到星期日的 早上 亲自去到白昼之夜 欣赏这个展览 我们现在先休息一会儿 稍后还有其他环节 稍后见 再次欢迎